YES 你看流暢度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在戶外的時候啊 我們這邊可以擺上那個昆蟲的標本啊 或者是活體的昆蟲 把壓下來之後就可以分享到 每一台iPad或者是iPhone給學生觀看 各位大家好 我記得在兩年前的時候我有拍個影片 如何讓你的舊款的這個iPad 廢物利用 我那時候就想說拿舊盤的iPad當成一個螢幕使用 我那時候採用的是有限的HDMI IOS的截取卡 那我們今天這集的節目非常特別我要採用的是無限的方式 而且我要讓舊款的這個 不管是iPad或者是這個 iPhone或者是這個安卓手機 在同一個時間點啊都可以同時收看 這樣的畫面 但是這個 無限的這個分享器會有點小問題就是 他的聲音會有一點點的雜訊 所以如果你在意這個聲音的這個品質的話 可能就不太適合了 那麼我們等一下就要操作說如何 這個同一個時間點分享 到這個舊款的iPad 還有這個舊版的這個iPhone 還有這個安卓手機使用 我先用這個 Sony的 藍光DVD做示範 你也可以用這個中華電信的MOD 或者是那個有線電視的機上盒都可以 這種播放器啊後面一定有個這個HDMI輸出 然後呢你要將這一個 iOS的無線分享器把它連接到這一個 HDMI的這個輸出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啊這個東西他需要一個電源他有個5伏特的電源 就連接到這個變壓器 這個變壓器的5伏特電源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就到我們的iPad去做一個設定 我們到iPad的這個控制台 打開來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這個SSID 叫做RS screen這一個 按下去 然後密碼就是 那個12345678 然後呢這是我們再打開App 這一個 RS screen這一個打開來 這樣子 你看他畫面出現了 我們 實際撥一個看看 用這個藍光DVD播放 他的聲音會有點小問題啊 把它弄最大聲 有一點點的雜音 注意聽 這個雜音不會特別的清楚啊 一點點的雜音 iPhone iPhone一樣可以同時連線 一樣連線這個SSID 這個 連進 好 一樣打開那個App叫做RS screen 這個 一樣可以同時連線 連線 這時候 iPhone 跟iPad同時可以連線了 那我們再打開這個安卓手機 WiFi要連線那個iScreen的地方 這個 連線好了 然後再打開那個App iScreen 你看 一樣都有 這個畫面 所以你看喔 同一個時間點 舊款的iPad 舊款的iPhone 還有安卓手機 都可以同時顯示這一個 多媒體播放器的這個畫面 同利啊 同利啊我們也可以連接這個 任天堂的switch 你看喔任天堂的switch後面也是有這個 HDMI的這個輸出嘛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跟剛才的 多媒體有播放器是一樣的道理 他的延遲大概就是100ms左右 HDMI的輸出 一樣把它連接進來 這樣子 這樣子 你的任天堂的這個HDMI的畫面 就變成無線了 然後透過你的iPad去搜 Yes 當然我們出門在外的時候我們可以連接這個單眼相機 可以用你的iPad當成是一個 巨大的螢幕 我們在同個時間點 你的這個山友啊在拍攝鳥的時候 可以將這個單眼相機的畫面 分享出來 這個單眼相機的玩法也是一樣 他這邊後面有一個這個 Micro HDMI 一般來講這種單眼相機是Micro 那現在的 有 正常的HDMI出來 你就連接一個這個Micro HDMI轉正常的HDMI出來 然後呢 再連接到這個 iOS的無線發射器這樣子 這時候啊 你的單眼相機的畫面就會傳到你的這個 iPad跟iPhone或者是安卓手機 接下來啊我要分享一個更特別的應用 像這種 USB的顯微鏡 什麼USB邏輯攝影機啊 USB顯微鏡 什麼 USB的這種文件攝影機 那這樣可不可以分享出來啊 這個也可以分享出來但是要透過一個特別的設備 就是這個 這叫做 UVC HDMI的雙模轉換器 就是啊 將這個USB的這個攝影機連接到 USB IN 然後你看他這邊輸出一個HDMI出來 然後呢 連接方式就跟剛才的多媒體 分享盒一樣 這麼簡單 像這種 USB的顯微鏡啊 或者什麼 邏輯攝影機啊 或者是這種 USB的文件攝影機 像這種的 他都是USB接口 那不能夠直接這樣連 我們要透過一個盒子叫做 UVC HDMI雙模轉換器 這邊有個USB IN的地方 連接這個 顯微鏡 然後呢這邊有5伏特的地方要連接你的電源 我們再連接到 電源供應器 然後呢你再用你的手去按B B 最後要停留到B 好這樣子 好最後呢 這邊有個HDMI的輸出嘛 我們就連接到這個 轉換器 連接完之後 這個HDMI的輸出就變得無線了 然後呢 再到iPad 當然那SSID要連線完啊 然後再打開這個App 就是這一個 那就有畫面了 你看 這個畫面就是來自於這個顯微鏡 好我們來調整一下 一樣 然後呢 因為我們剛才的WiFi已經連進去了 就只要再打開App就可以了 好一樣的就有顯示 安卓也一樣 打開來 就有畫面了 你看喔 我來調整這個位置 是很流暢的 一樣的道理我可以換成文件攝影機 我只要把這個USB的這個顯微鏡把它拔掉 然後換成這個文件攝影機就可以了 連接到USB印的地方 然後按B 你看畫面就有了 好我們實際造一個書本 你看流暢度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們在戶外的時候啊 我們這邊可以擺上那個昆蟲的標本啊 或者是活體的昆蟲 把壓下來之後 就可以分享到 每一台iPad或者是iPhone 給學生觀看 今天分享了非常多的方法 讓你的舊款的iPad 當成 無線的螢幕使用 只要你的任何的設備都有HDMI的輸出 那麼連接這個 iOS的無線發射器呢 就可以讓你的 iPad 或者是iPhone 變成一個無線的螢幕出來 拜拜